针对伊朗袭击美军基地 伊朗外长扎里夫称 伊朗采取了成比利的自卫行动 并且已经结束 不寻求事态升级或战争 但是将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 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如果美国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回应 届时我们将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 美国白宫则表示 美方已经获知关于美军在伊拉克基地被袭的报道 总统特朗普已就此事听取简报 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而在结束与国务卿蓬佩奥和防长埃斯珀的长谈后 特朗普更新了推特 他写道 很好 伊朗向我们在伊拉克的基地发射了数枚导弹 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们都有战力最强 装备最先进的军队 美伊形势急剧升级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1年的一段预言又被翻了出来 但事实上奥巴马早在2015年与各国签署了议和协议 特朗普却在寻求连任的道路上准备与伊朗开战 颇具讽刺一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